我儿子丢了 在线发布一则寻物启示 就是丢了一个小蓝衣卡通 是在6月19号 当天是周六 下午5点多丢失的 我的这个娃外表长得就像一个毛绒挂件 但是它背面有一个那个NFC 是在太原西郊墙朝柳馅走的这一段路上丢的 5点多的时候那有好多小朋友 不知道是补习班还是艺术班下学 我本来只是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去逛街的 没想到就在那儿路上包坏了 坏了之后那个娃比较大 它走的时候它就掉了 和我的口罩一起掉的 但是我回去找的时候 地下只有我的口罩 没有我的娃了 可能就后面跟着的人随手就捡了 在这儿发布巡物其实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但是我还抱着那么一点点的希望 希望有线索的 或者是你就捡到了 可以联系我 这个娃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 我还没有怎么用 然后它就被我不小心丢了 丢失的时候我真的是巨难过 这难道就是破财消灾吗 好了 拜拜